在古州的船头啊,盘西,坐着一名身形枯瘦的中年男子,此人脸颊深陷,面容干枯,身上肌肤轻紫发黑,看起来好像一具僵尸一般,尤其他身体上缠绕着一条青黑色的锁链,不时轻轻甩动,发出哗哗的脆响,看起来更加诡异。 僵尸男子眼睛朝着前方望去,瞳孔中隐约浮现出两团绿燕,好像鬼火一般,此人身下的船体上赫然铭刻了一道道清晰的灰色阵纹,凝聚成一个复杂的法阵,一道道灰色纹路从法阵中延伸出去,蔓延到了古州各处。 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人影从古州内走了出来,走到僵尸男子的身旁,此人身穿灰色的锦袍,面容有些瘦靴,看起来三四十岁的样子,眉眼均是细长,给人一种阴冷之感。 而且此人左眼紧闭,上面有一道深深的疤痕,看起来似乎是遭到过极大的伤害。 独木男子轻声地问道,师兄,还能支撑得住吗? 无妨。 独木男子面色一松,然后咧嘴笑着说道, 这次多亏了师兄这艘以辟邪棋骑兽骸骨所致的非洲,否则我们也无法横渡过这落魄京风啊。 落魄京风虽然威力强大,但想要强行横渡,方法还是有不少,不足为奇。 能说出此话的,整个北韩仙域恐怕不出三个人。 师弟我虽然是福灵宗宗主,也不敢如此夸口啊。 僵尸男子闻言,哭稿的脸上似乎有了些许变化,眼中闪过一丝傲然,独木男子又肃然地说道, 此次取宝,师弟必将竭尽所能,助师兄踏出那最后一步,成就太已预先啊。 好,有劳师弟了,师兄说哪里话? 僵尸男子突然想起一事,眼中寒芒闪烁地问道, 对了,这些时日事情太多,我没有来得及询问, 已经这么多年过去,杀害方盘和虫鸾的贼子还没查到吗? 还没有,但是此人身份已查明,杀害方施职和虫施职的都是一个名叫利飞宇的修士, 此人本是散修,数百年前加入竹龙道, 未等我们动身,竹龙道便发生了百里岩之事, 据说那小子也被牵连其中,如今下落不明。 先公已对其下了追杀令,但据我所知,至今仍未将其擒获。 李飞宇。 师兄请放心,等此件事了, 我定会加派人手,把这小子逮回来,任师兄处置。 我此与方盘和虫鸾的阁源法链,恐怕也落入此人手里了,此物绝不容有事。 是。 僵尸男子点点头,随即闭上了眼, 独木男子见此告辞一声,朝着船舱内走去, 那里盈盈戳戳间,似乎还坐着不少的人影。 与此同时,黑风海域的另一边, 肆虐混沌的落魄京风之中, 却有一团数十丈大小的金光正飞驰前进。 金光耀眼无比, 隐约能看到其中是一只身形庞大的金色甲虫, 通体金黄, 体表浮现出道道紫色纹路, 看起来颇有几分猙獰之感。 金光之中夹杂着一道刺木金丝, 散发出森森的寒光, 看起来封闭无比。 金色甲虫嘴巴大张, 发出一股吞噬之力, 附近的阴风呼啸而至, 但尽数被金色甲虫吞噬进去, 丝毫不能阻挡其分毫。 而在此虫身上则端坐着一名身穿银袍的女子身影, 此人看起来二十八九岁的样子, 头戴银棺, 耳上垂着一对银色耳环, 赤着双足, 脚踝上戴着两个银色的圆环, 上面点缀着几个铃铛, 一副异族人的装扮。 此女啊, 容貌倒算得美丽, 只是一双眼睛眼神极冷, 仿佛划不开的万载冰川。 周围落魄清风中的勾魂之音铺天盖地而来, 但是对此女呢, 似乎一点作用也没有。 银袍女子眼见金虫吞噬阴风, 如噬破竹一般, 微微寒手露出一丝喜色, 喃喃自语。 不错, 不枉我花费了这么多心血。 突然啊, 金色甲虫发出一阵吱吱的尖叫, 巨大身躯猛地晃动起来, 带动着盘坐骑上的女子身形, 也是一阵的乱晃。 银袍女子面色一沉, 口中急忙念念有词, 白葱般的食指连动, 一道道法觉从她手中射出, 悉数没入到金色甲虫的体内。 金色甲虫身子猛地一颤, 体表顿时浮现出一道道银丝, 凝聚成一根粗大银色的锁链, 深深没入体内。 锁链猛地晃动, 金色甲虫顿时发出一声惨叫般的奸鸣, 很快老实下来。 银袍女子见此, 这才散去了手中的法觉, 粗大银色锁链化为虚无的状态, 消失无踪。 银袍女子秀眉微皱, 喃喃自语。 奇怪, 明明已经施展了求神术, 为何还如此躁动? 算了, 等此事过后再说吧。 银袍女子手中掐绝, 郊区上忽然荧光大放, 化作一团明亮无比的银色光团, 竟然缓缓没入身下的金色甲虫体内。 金色甲虫巨大的身躯一阵, 散发出的金光顿时明亮了背序, 身躯骤然化为一团巨大的金色幻影, 飞驰的速度也随之加快了不少。 时间流逝, 转眼之间近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轮回殿秘境仍然是一如既往的 安静。 山峰内部的大厅里, 两个身影相对而坐, 正是之前的八面男子和焦三。 八面男子脸色看起来有些阴沉, 焦三呢脸上戴着面具, 看不到表情, 不过从其眼神来看并不轻松。 焦三开口问道, 说说吧, 如今外面的情况如何了? 肖建函已于数年前到了黑风海域, 苍流宫和福陵宗也是一样, 且皆由宗主带领, 尤其是福陵宗, 据说其大长老封天都很可能也来了。 看来他们这次所谋不小啊, 现在的形势已经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是否向上面请示一下? 不必, 北韩先公、 苍流宫、 福陵宗他们心思各异, 并非一条心, 我们大可因事利盗, 让他们彼此争斗, 趁机完成自己的任务。 若一切顺利自然是好, 就怕他们三家背地里达成协议, 联手对付我们, 那事情就麻烦了。 不会, 北韩先公借着对付百里岩之机, 掌控了竹龙道、 苍流宫、 福陵宗都看在眼里, 此刻他们对北韩先公即便表面上没什么, 但合作的可能性很小, 就算他们合作, 我们也已经对此做了应对之策, 计划一切照常进行就好。 既然交三道友早有打算, 那我就放心了。 红月岛的情况, 迟岛有探查清楚了吗? 你放心, 已经全部探查清楚了, 绝不会误了大事。 那就好。 我这里一切都已经就绪了, 如今只差虚元丹, 你给的十五年时限已经到了, 那个龙武丹药炼制得如何了? 交三文言目光一沉, 没有说话, 八面男子面色有些难看的说道。 此人果然不堪大用, 如今时间可不多了, 现在该怎么办? 事已至此只能采取另一个替代方案了, 只是如此一来, 成功几率会降低不少。 唉, 也只好如此了, 此人有负我等厚望, 借应取消轮回之子的资格, 加上此人知道我们那么多秘密, 必须话音未落呀。 四周虚空猛的一阵, 传了一阵地动山摇之感, 两个人此刻站立的大厅也随之晃动, 一股股巨大锐响, 轰鸣之声从外面传来, 两个人脸色一变对视一眼, 立刻朝着外边飞顿而去, 一闪就出现在山腹的外边, 只见密境原本清朗的天空此刻风云变色, 一片片黑压压的乌云, 不知从何处冒出剧烈的翻滚。 一道道黑色闪电在乌云中乱窜, 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大轰鸣声, 整个天空仿佛一锅废水。 交散眼见此景, 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之色, 八面男子面色先是一惊, 随即露出喜色。 此时啊, 整个密境内的天地灵气随之波动起来, 随后潮水般地朝着乌云汇聚而去。 乌云飞快地涨大, 朝着周围扩散, 并且开始转动起来, 黑云中心处缓缓浮现出一个黑色漩涡, 正对着寒历的洞幅所在。 此刻又有几名修士从密境各处飞出, 都是真仙境的修士, 其中一个人正是之前带领寒历来此的黎石六, 交三两手掐绝对黎石肉等人大喝, 快, 启动尽咒!